真相在哪里 真相就在这里 大家好 我是大麦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真相30分 出门在外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 无论是出差还是旅行 住的问题那都是头等大事 舟车劳顿之后 最美的事情莫过于在酒店的床上 舒舒服服的睡上这么一觉 然而家住西安的李先生 却遭遇了一次糟心的出差 不但没能享受到酒店的服务 反而和酒店的保安发生了冲突 在医院里躺了200多天 时间回到2018年7月 此时的重庆正是一年中最热的季节 夜幕降临 花灯初上 被太阳炙烤了一天的城市 这才有了烟火器 慢慢热闹起来 在沙平坝区三峡广场附近的 一条城市干道旁 人流如枝 突然一阵骚动 路上的行人迅速聚集起来 当时我还在天桥上面走 然后突然听到啊的声 然后我都追到桥头 为了很多人了 都得往桥下面看 此时还不到晚上十点 街头上的人还比较多 大家从四周聚集过来 市民周先生这才听说 有人从台阶的宝坎上摔了下来 借助路灯的光线 周先生看到有个人躺在台阶的下面 走到坠落的伤者附近 周先生发现那个人 一动不动摊在台阶的下沿 头部周围渗出了血迹 当他尝试 叫这个伤者的时候 伤者并没有应答 周先生赶紧用手机 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和110报警电话 然后呢我们当时就到了现场 到了现场过后呢 就发现地上有一滩雪 然后那个人呢 已经被路人打120给接走了 我们对现场当时进行了一个保护 通知了我们分局的刑警队 过来出现场 进行一个现场勘测 办案民警同时 对正在周围围观的群众 进行了询问 此时一位就在旁边的市民 主动向警方提供信息 说他目击了整个过程 当时呢 我正路过那个地方 看到旁边那个酒店的门口 有两个人在打架 其中一个人就是摔下去的那个人嘛 然后另外一个人 就是穿着保安的衣服的 一开始他们就是在 中间空旷的地方场 后面就看到那个保安 就往前面打 另外一个人就在往后面退 退到那个栏杆的地方 然后一下子就 往后一仰 就掉下去了 就当时那个情况真的 太吓人了 那个地方特别的高 根据这一线索 办案民警立即来到了旁边的酒店 了解事情的真相 那么让我们可以让我们先看